好,磁蹄呢,他做了一个实验 他用水稻为实验的植物 来探讨无机元素的吸收力 他用了两种无机的弹氮元素 一个是这个元素 这个元素其实我们就直接写在上 就是氨盐啊,NH4振 另外这个呢,就硝酸钠 他其实给的就是硝酸盐嘛 他就是比较氨盐跟硝酸盐 何者对于水稻的吸收能力啊 会比较好,让他对他生长比较有影响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A选项 硝酸盐跟氨盐,谁有利于水稻的生长 大家看这个增加的重量就知道啦 我这增加0.31克 可是我的硝酸盐只增加0.13 谁大了,我这个0.31大于0.13 所以他胜啊 这下写 胜,所以谁赢了 氨盐赢了,所以此题是 氨盐比较有利 氨盐的吸收比较好,让他的重量增加比较多 所以A刚好写法了,氨盐比较好 以实验的图表来看 B选一下,如果我现在添加的是硝酸盐 会让土壤酸化吗 硝酸盐在这里 好,往下看,滴滴 你看他的土壤是不是从 5.2 变成6 那是变酸还是变碱,大家 变碱耶 是变碱耶,5.2增加到6耶 你要看他原的一开始是5.2哦 用了这个硝酸盐之后反而变6了 增加了耶 所以不是酸化 反而是碱化了,而且是弱弱碱化啦 并没有很强的碱化 是弱弱的碱化 所以B 不对 好,看C选项 如果加的是安岩 就是画面左边打猩猩这一个 会导入土壤简化吗 从5.2变成3耶 不是简化吧 是强烈的酸化吧 所以这题就看图表就知道答案了 是酸化 5.2降到3 撇率直下降是酸化 所以C不对 好,猪选项 我们知道 这个植物哦 的根对于不同形态的蛋 会有不同的吸收效率 当然哦 它对于硝酸盐吸收效率比较好 所以质量增加了0.31 对于硝酸盐吸收效率差 所以质量上升比较少 所以这个图表可以导出这个结论 不同的寒淡无极盐 我们植物的吸收效率不同 猪不就是它的结论吗 猪就是答案 以上是第十几题答案 为什么是猪